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收看我的频道 今天呢我会 及时跟大家分享一下 前两个礼拜 进行高压的 酪梨果 然后酪梨的 我已经进行高压了两个多礼拜 然后今天我们会去绕一圈去看看 它的整个状况怎么样 然后我们看 这边是一颗 我们 本地的酪梨 然后这种酪梨呢 它的果很长 上次我有跟大家分享一下大概 25到30公分长的 然后幻度大概最大15公分的 OK 这边呢就是上次我已经做了 一个连续的高压 然后我有剥皮的 可是我们看到 虽然这些枝条很嫩 可是到现在我们可以看得到 它到我剥皮之后 它也都没有影响到这个椰子和整体的发展 我们看 就是 两个多礼拜过后呢 它这些都没有尾蝎 所以这些 大高压 我们这样 就目前的话 就已经取得一定的成功了 OK 那我们看一下 看它有没有长根的 这边还没有 这边也都还没有 再绕一圈看看 哈 OK 这底下的也都还没有 哈 因为我们知道哈 对于这个洛里的话 我们做这样的一个连续的高压 是特别困难 哈我们在 那么一端的短的距离 我们又做了三四的 三四的高压 真的不好做 然后我们看 旁边哈 这边呢 因为当我把那边做高压之后 这边它又 变成哈 一个 就是很很重要 然后 是主要的一个枝条了哈 然后我们看 现在这个枝条 已经长那么漂亮了 OK 我们看 这枝条 都长得很漂亮了哈 而我就希望这一年哈 这颗它可以长出 一些花来 然后我会看一下它的果怎么样 非常好的 OK 我们看 很漂亮 这些牙长得很漂亮 OK 这些也是一样 很漂亮哦 我们完全都可以 看这颗洛里的高压之后 它没有任何的变动 然后这些高压的就是它会 现在正在生根的过程当中 所以我们再等一段时间 再来看看 我估计大概 还有一个多礼拜 如果它生根的时候 大概 大概十天左右 它就会生根 到时候我会 及时 告知给大家 然后我们看这边 这喝的洛里原来上次 也已经加接过了一次 我们看这里 就是加接 这个地方 然后我们 使用这个叉 叉皮的 叉中间的 OK 这样子 好 现在我会 让大家去看另外一颗 看怎么样 还有另外一颗 其实另外一颗呢 就是比较大枝一点 然后我也希望这一年它会 开更多的花 去年它有开花了 然后今年呢 我们观察这里 它已经开始开花了 OK 这边 前一段时间 前一段时间 我已经做了一个视频 就是 把这做一个 修枝的动作 然后修枝 修枝之后呢 我们就 现在就已经看到 这个结果了 现在它 几乎都已经开花了 然后我会 看一下 算是高压的 这个地方 我们看这边是 有两颗 连续高压 这边 OK 这些高压 也是挺好的 目前的话 这种状况是OK的 这边的叶子 有点 黄色而已 可是 主导的 还是绿色的部分 所以我们也不要挤 这边 所以呢 今天我视频呢 就是 集合 分享 即时 分享给大家 这个 喜欢的朋友 请给我留转 留下评论 和登记 我的频道 再见